台湾有超过八十民众都很喜欢美国 美台有可能建交或推进外交关系吗 但这是一个状态的状态的状态 所以在国家有很多良好的状态 国家的状态是一个方法 保持平均 均衡 和平均 不仅在台湾 但在区域里面 AIT处长孙小小上网络媒体节目接受直求对决 而这维持现状的期盼确实也是大部分台湾人的期待 别人媒体最近要揭露极毒和缓毒的民众占26% 缓桶和极桶的约11% 期盼永远维持现状的达到57% 比去年增加5个百分点 创历年新高 另外孙小小也被问到美国会否在联合国正式提案 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卫大会 至于台湾出现不少以美论 孙小再次重申这代表有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鼓励大家如果政策有疑问 可以就尽量去问 去质疑 至于三位总统参学人 孙小对他们的印象又如何呢 孙小爱也强调美国致力于支持台湾 取得自我防卫能力 应对区域威胁 评议媒体的民调则显示 台湾民众这几年确实认为开战几率越来越增加 一分为完全不可能开战 十分为非常可能开战 2023年达到4.5分 创新高 比去年多了0.1分 今年来最低点在2012年2.9分 两岸危机迫切感增加 美中台各方持续紧盯 TVBS新闻 李明慧都请听才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